我们有请山东高速集团有机公司总经理 达会副书记江城新市 接着为丁业宇航颁奖 现在现场应该要进行一个丁业宇航的颁奖仪式 应该要颁出的是上赛季的常规赛 MVP的一个奖励 我们来看看 对不起应该不是MVP的一个奖励 不论是什么就能够看出丁业宇航在这支球队 以及在中国球迷当中心中的地位 他上个赛季是拿到了常规赛的MVP 以及全明星赛的MVP 两项MVP 所以对于丁业宇航来说 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没有去NBA的CBA赛季 非常的期待 他自己也说 我不想被叫做球队的第三万元 我还是要做好我自己 我们来看看这个赛季的第一场 电业宇航在这个夏天忙碌的比赛和特训 尤其是经受了NBA的洗礼之后 回到山东队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赛前和李静宇的打招呼方式也是非常的融洽 李静宇作为山东队在阵容当中最好的一个投手 在这个赛季是离开了球队 因为确实在这个赛季球队在引员方面有很多的补充 尤其是在封县补充了张春军 在后卫线上补充了王若恒 另外补充了张庆鹏 这些球员都有了不错的三分表现 所以山东队也肯放李静宇去到山西 和李静宇一同来到山西队的还有小将刘贯岑 镜头给到王若恒 王若恒在四川其实是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几个赛季 跟随四川队一起来拿到了CBA的总冠军 行志强和陶宛林来跳球 陶宛林把球跳成山东队将来开始今天的第一攻 王若恒来持球 电影行出来接 在地位 莫泰 打形式墙 左手的抛头没进 陶宛林的前场篮板脱手了 我们看这边曾经旭的快推 曾经旭还是看到了 第一脚已经落位的李静宇想分出来 但是王若恒对他有一个提前犯规 底线就出来 斯科拉转移到圈顶 来看看斯科拉的被打 陶宛林在防 转身勾手漂亮 斯科拉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曾经火箭的旧将 而在最近这几年在年龄增大之后呢 他也是游走多支球队 上个赛季在NBA的布鲁克林篮网队 今年已经37岁了 看看电宇航一拿球 现场观众就说要打打漂亮 山东队今天的第一个球就来自于球迷位最喜爱的电宇航 电宇航投中了山东队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一个三分球 来看看刑事强 刑事强呢 其实在刚一出道的时候呢 被称为中国的勒布朗 身体素质是确实非常好 但是之后呢 由于自己在投篮上面的问题 导致他的时间日渐变少 上个赛季 其实已经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了 这边由莫泰雅达斯再投中一个三分球 山东队应该是6比2领先 没错 比分改过来了 斯科拉从圈顶就开始被打 电宇航的防守 一直是做得不错 跟得很紧 自己断球之后的转换 前导裁判是没有表示 而中央裁判呢 是给出了犯规的手势 千万要注意啊 前队友李静宇和莫泰一起 把电宇航拉起来 我们来看看篮筐下的这个机位 应该是踩到了李静宇的脚上 很危险啊 好球 来看电宇航的空位三分 再进一个 左侧45度和右侧45度 电宇航开局两进三分 再加上莫泰 三中队9比2领先 这边山西队呢 想打快 增进去上篮没有得手 虽然 虽然的突击上篮被干扰掉 山西队 从刚才这几次进攻显示出来 他们 在这个赛季将会非常重视 在拿到优秀的防守篮板之后的转换反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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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汉林想挂一个掩护 电宇航走反侧 再传给陶汉林 利用掩护 再过掉撕塌 向你钻三个人的合围 分到底脚 给出了三秒 应该是莫泰一直没有走出三秒区 电宇航开局就有一个小小的崴脚 让大家的心稍微悬了一下 其他的几次进攻应该说打得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在防守端 我们看到他在对位斯科拉的时候 也是能利用自己年轻和优秀的身体素质 给到这名老将以很强硬的防守 东京旭比较空了 没穿过去 被陶汉林拾破了传球的线路 陶汉林的转换好球 陶汉林在上个赛季 有着60.7%的投篮命中率 场均可以拿到12分 莫泰这次上得太大了 太鲁莽了 其实莫泰的防守 在NBA的角度来讲 一直不是特别的优秀 尤其是他的护框 但是他的进攻是没话讲 这个赛季我们看看 他在山东队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不能够给出比较强硬的防守 因为作为CBA的外援 和在NBA打球 其实角色是不一样的 你要兼顾很多的东西 电宇航再进一个两分 确实是霸气 其实电宇航上个赛季的 崛起 不单单是有自己非常优秀的天赋 以及刻骨训练的一个结果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 就是山东队整个上个赛季的环境 在外援的选择上 是出现了很多的麻烦 这种麻烦的不是说有问题 他们赛季之初启用的诺里斯科尔 顶着号称CBA历史最高薪的薪水 加入到山东队 但是打着打着就出现了伤病 自己也有想回NBA的心 所以球队临时找来了外援邓特蒙 邓特蒙又伤了 最后再找AJ普莱斯 整个的小外援在上个赛季 其实是山东队的阿卡留斯之中 纵使说他们的大外援汤姆森 有着联盟前三的篮板能力 但是个人的得分 确实也不是汤姆森所擅长的 所以电影宇航为首的国内球员 获得了非常多的机会 电影宇航也就是在这样的锤练当中 打出来了 杨文海指导 打球的时候就效力于山东队 之后也一直在山东队 做着助理教练的工作 当然中间曾经来山西 执教过太原理工 这个CBA非常出色的学校 这个球看是给24秒吗 中央裁判给了24秒进攻为例 莫泰已经很激紧地抢前出手了 但是还是没有敢在敌响之前 把球放进篮筐 确实这时候早已经变成了零 这个赛季的CBA启用了新的录像回看系统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场比赛 有没有机会用到他 吹了阻挡犯规 山东队在主场作战 上来就给出了很强硬的防守 山西队在打了很多的转换之后 在阵地进攻当中 一直是找不到很可靠的办法 一直想依靠斯科拉来寻求进攻的机会 这个球怎么了 吹了斯科拉的犯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犯规应该是吹的李静宇 李静宇在掩护当中 裁判员是认定他非法的掩护 接球三分不进 没有采线 差点断球 这个球裁判还是吹了犯规 刘冠岑 刘冠岑呢也是算面对救主了 上个赛季在山东队的场景 有12分钟的出场时间 这个轮转时间啊 如果在这个赛季 继续在球队当中待着的话 会变得非常少 我们来看山西队的这个二三联防 莫泰在法文线腰位 转到侧面 虽然今天第二次投篮没有命中 斯科拉被打 国际篮连的规则啊 球呢是可以从篮筐上面给扒冷下来的 莫泰这个球处理的不错 这回合换成了盯人防守 远头不中 看看这次转换 四打二 漂亮 斯科拉的梦幻脚步 好球 这个球呢 被吹了陶汉林的干扰球 山西队会加上两分 曾经旭呢 这个赛季在国家队呢 应该说是打得不错 尤其是在这几个赛季的历练 从佛山队到山西队 这个赛季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呢 可能 杨丰海知道会给他非常多的机会 漂亮 莫泰在面对联防的时候呢 三分出手 山西队这个防守的变化啊 非常的灵活 我们连续给大家评论了三次山西队的防守回合 第一次是联防 二三联防 第二次变丁人 第三次又变回二三联防 王若恒 险些走步 莫泰要求没给 掩护 王若恒突破 奔到侧面 虽然 还是想找小丁啊 没找到 这边是王若恒自己的突破 王若恒上个赛季 作为四川队 刘伟的替补啊 也在刘伟受伤的时候呢 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阻力 对于篮球的理解 在他出走山东之后 尤其是跟到了四川这样一只冠军之师 虽然说很年轻 但是球队的内部的环境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也让他自己充满了自信 山东队准备换上泰劳森了 37岁的斯科拉 虚发皆白 斯科拉在这个夏天呢 还是代表球队去参加了美景赛 也就是每周杯的比赛 但是呢在开局面多久啊 有一点小伤 后面的比赛呢 出于保护自己身体的目的 就没有继续打了 罚众换人 劳森替宝恒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换名字会给到谁啊 不知一个全场的防守上了甲城了 甲城 没替陶汉林 这边终于有三分进账了 来自于曾凌训 呃这个在变队丁人防守的时候啊 以小丁现在的能力打国内球员 应该还是把位非常大 尤其是从小和他一起成长的李静宇 呃李静宇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定点投手 但是在防守端 他的问题就是脚步的移动 天宇航吃准了他这一点 虽然李静宇身高够 但是移动太慢了 天宇航用突破之后的急停 摆脱开防守完成了两分 曾凌训这个球是示意自己的主教练 杨海之导要去进行录像挑战 他觉得裁判这个球的判法是有误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把球碰出了底线 呃李静宇 曾凌训如此的笃定啊 那其实我们也觉得应该会 呃裁判员是 开始要进行录像回看了啊 我们刚说呢 呃这个赛季 CBA新引住的录像回看中心 会非常快的把现场的多机位的角度 调给现场的主材 今天的主材呢是断注 这是录像回放的 篮下机位的角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电宇航要爆 曾凌训往出打 应该他认为啊是 他在打的时候 电宇航的手还在上面 最后碰到了皮球才出的键 小游戏 跟随音乐 抬起手掌 这个角度不太好 呃 呃反正这几个机位我们都看过了啊 看看 看看 看看现场的主材 断注是做 怎样的判罚 也有点像是电宇航拿手背给 呃 拨出的底线 呃这个录像回看呢 但还是CBA的传统 双方的主教练 会被主裁判叫到 录像回看的大屏幕前 呃在回看的过程当中 就给予双方主教练 这个判罚的解释 呃 断注是维持了原判 19号张青棚 还有35号 所以从那去感觉有点冤啊 因为确实刚才那几个角度 也不是特别清晰啊 但是断注的判罚还是非常的坚决 那这样山西队呢就自动 损失掉了一个暂停 我们看到在这个球队名字下方的这些 啊黄杠呢 就是 球队的暂停数 山西队已经减掉了一分 小将朱镇震在防斯科拉啊 18岁的朱镇身高达到了2米18 被称为小周旗 呃也是进入到了国家队的法眼 但是在国家队的表现呢 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在山东队啊 无论是全运会还是季前赛 他都是有着出色的表现 呃 这个球员被视作 山东队 未来内线的核心 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两大篮球基地 辽宁的是产后卫 山东的是产大哥 呃 山东的内线之前 我一直评价是四大内线 呃这个赛季呢 老将曹振华是选择了退役 呃 另外剩下呢 李林 吴科和陶汉林还都在队中 并且补充上来了朱镇 是朱镇震的 第一场 CBA正式的比赛啊 他现在和贾成来搭档内线 而外线呢 是电宇航 劳森以及老将张庆鹏 好球给的漂亮 这就是邢志强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邢志强 呃 在出道之初啊 由于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 被称为中国乐部党 刘冠岑的助攻 哎我们看看这个 双手基地助攻 但是邢志强 由于他的这个外线的投篮啊 呃一直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在 之前几任教练 尤其是许智德指导这边呢 可能给他的这个信任程度不高啊 他的出场时间也是确实不多 这个赛季看看能不能够 在新的教练篮挥下啊 有一个提升 斯科拉的领球反击 好球 漂亮 真稳最后上篮这一下啊 山东队在领先的时候 连续被山须队打成了反击 山须队今天啊 只要拿到篮板 不论是谁 推进的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刚才这两次反击 打成了一个2加1 这边又让37岁的斯科拉 完成了一个纵棍全场的上篮 凯撒教练 有点不能接受 赶快来叫一个停 因为劳森上场之后 还没有能够有更多的发挥的机会 看看会不会给他和电宇航 来布置一些特殊的战术 这就是什么的 这是什么都没做 这是什么都没做 你不做的 不是 不做的 这就是我们的手图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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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比十八 山西队把分差缩小到了只差一分 劳森持球 挂一个掩护 反吉兰 好球 有了 劳森在上个赛季 在国王队 还是能够取得场均9.9分4.8个助攻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边山西队又是打快 今天的战术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通过快速的转换 来打山东队的退房 老师那边又进了一个三分球 比赛比赛还要三分钟 李静宇的突破 这个球运气不错 电宇航是抢这个篮板 结果没有抓牢打到了篮板的下眼 山西队上了 山西队开始调阵容了 在山西队不上的情况之下 山西队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放弃了自己外线的进攻 以斯科拉为主的内线进攻 和连续的拿篮板之后的快速转换 是他们在低节刚才这段时间的主题 而这边用张成军来替下了电宇航 其实张成军这个队员 大学生球员出身 打球非常聪明 四川队能够拿冠军 张成军必须记一大功 因为在面对辽宁的时候 他在那个位置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他的 他的虽然说打在这个小前锋的位置 但是有着很强的身体素质 低位技术和脚步非常出色 江西萌突破分球 劳森这次勉强出手 没有能够命中 来看詹金斯持球 真快 邓丁旭 再传外线 再投 这就是比赛风格的变化 詹金斯也拿分了 山西队呢 因为外援的调整 整个场上的这个战术策略 发生了转变 斯卡拉赛的时候啊 绝对不可能去连续两次在外线的出手 必须要找到无球的机会才可以 而且球呢得过斯卡拉手 我们看这边 阎梦辉在防中阵 走步了 张春筋拿球啊 脚底也着急了 看中阵还有侧应这一手啊 小伙子才18岁 三星四打一个拍头 我们看看什么战术 阎梵飞 不要掩护走反向 漂亮的转移 再拖 再分的外线 李靖宇再给 走球非常流畅 可惜了 阎梵飞这次的左手勾手没有命中 但是整个山西队的进攻呢 从我看的这不到一截的时间啊 整个的球风有着极大的改观 变得很流畅很赏心悦目 中阵阵也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分 投中了一个三分球 小伙子还有三分 两米一八的身高 刑事强 刑事强啊 这个出场时间 看这意思是真不短 在大前锋的位置上 杨梵海教练给他非常大的信任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罚球啊 脚离这个线挺远 但是确实这个命中率呢 比较惨淡 上个赛季呢 场均是只有三分 每场平均能上九分钟时间 今天拿了四分啊 刚才的一个扣篮的二加一 还有两个篮板 张修文上了 张修文从上个赛季开始呢 就开始单纲一部分的这个助理教练的工作啊 确实也是球队算年龄非常大的球员了 三十一岁了 有着太多的经验 尤其是大商回来之后呢 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那个锐气 但是整个对于比赛局面的阅读和场上 临场啊 给这些队友们帮助把握传递一些教练的精神 相当于在场上的半个主教练 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你要像现在张修文在拿出他受大伤之前的那个身体呢 可能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 这个赛季呢 还将继续代表球队以球员的身份来征战 还是不错的啊 能够很欣喜的看到他继续站在场上 中文阵不错啊 有三分 而且罚球非常稳 两罚全中 刑事墙第一节终于得到了休息的机会 换上了另外一位老将王磊 王磊呢 同样也是31岁啊 和张修文一样 现在两名老将同时在场上 配以詹经思和一直没有休息的曾宁旭 内线呢 是严峰飞来辅佐 贾成的篮板向前改漂亮 好球 这就是劳森 劳森在1415赛季在NBA 还能拿到场军9.6次的助攻 列在助攻榜的前两位 所以说这个能力啊 绝对毋庸置疑 只要自律控制好自己 这个年龄也可以不大啊 还能够继续在CBA发挥出非常强的作用 30岁 战经思这边啊 想打最后一攻自己没控制好 排球失误了 三中队现在领先了7分 老森快速地摆脱 自己的中投 命中 这边时间不太多了 没有了 33比24 山东队领先9分 结束第一节 我们稍视有点 待会儿来看第二节的比赛 好了朋友们 欢迎回到文心转播的山东 山西首轮CBA常规赛 的比赛的第二节 第一节打成了33比24 9分的分差 山东队一度被对手追到了 只差一分 而后呢 通过暂停的调整 尤其是劳森登场之后啊 开始给他布置了一些明确的战术 给了他一些球权 整个球队的分数呢 又重新涨回来了 面对二三联防的防守 看看张庆鹏突得很深 转到外线 劳森的三分 张庆鹏卡住了位置 拿下篮板 张庆鹏的犯规 因为张庆鹏呢 人球结合的能力很强 在很多的时候呢 是可以充当这种 运球过半场的角色的 张庆鹏上个赛季在北京队呢 厂军是有20分钟以上的时间 能够拿到9.7分 漂亮的封盖 裁判吹了打扰犯规 贾成刚刚登场 就被吹了一个打扰犯规 来看泽定序的罚球 贾成的其实上个赛季啊 回到山东 从四川回到山东 有点注视不顺啊 确实运气不太好啊 从最开始的注册 到后来因为兴奋剂的 问题被禁赛 第一次代表山东队登场呢 已经到了12月底了 所以上个赛季对于他来说 其实打的是挺不开心的 看看这个赛季吧 又是断球 看劳森 漂亮 他跟莫泰一起跑起来 包括说 再加上外面布置一些投手 其实劳森有很多的 这个创造机会的能力 可以让山东队的这个球 变得很好看 这边一球失误了 再断球 莫泰 被传玩起来了 看劳森的 有了 投桃报李 两个人互相助攻 40比28 非常兴奋 王磊的失误 给了对手连续 打出第二次快速转换的机会 山东队在用 第一节山西队的办法 来攻击着山西队 尤其是 劳森和莫泰的 进攻上面的特点 发挥的淋漓尽致 两次失误 一次是在第一位 一次是 王磊在圈顶的附近 我们再来看 这是刚才的第一次转换 看劳森的假突真传 尤其是自己的眼睛和身体 都奔向右边 连续的第二次出色防守 两次都形成了断球 这次是莫泰的断球 再来看他风骚的被传 这种提气的球 山东队今天一打 主场球迷觉得 这赛季痛快 看得高兴 老森拿了十分了 效率非常高 看斯格拉前上篮板 这就是莫泰的 护框能力 烧欠 他需要像 陶汉林 吴柯 包括贾成 来帮帮他 加油 莫泰 佑泰斯 转给张庆萌 张庆萌面对詹经斯 这不好打啊 升高上不占优势 来看莫泰再分 贾成 这个球打板没找着 张庆萌再去抢呢 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其实要看看 詹经斯怎么来回应啊 我们看看詹经斯 这种迷惑程度 假动作 转身 包括脚底的这个频率 太快了 其实在外援的选择上呢 熟悉山西队的球迷都能够知道 在这个 酷查组合之后 也就是马库斯莫里斯 对不起 马库斯维莱姆斯 和这个查尔斯之后 山西队的外援选择 一直是没有像酷查组合 怎么那么让球队和球迷来满意 老森拿下一个篮板 向前甩 来看张庆萌漂亮 这就是现在山东队在场上啊 处置的阵容的学问 凯撒教练呢 在这个时间段 是让丁宇航在场下休息 双外援 再加上贾成和张庆鹏 再服役一个能投远投 防守非常出色的三地拳张春军 好球 这边李静宇啊 李静宇呢 是济南人 回到济南呢 自己说回到家很开心 因为一直也在这个太原啊 跟着球队训练 包括说出去打这个季前赛 一些热身赛 可能回济南这个机会不多 或者说没有时间 转换 战宇斯三分 老森拿篮板 没有太着急提速 山西队落位了 裸成盯人防守 不要掩护走反向 看张春军啊 没打给莫泰 去吃李静宇 这个位置确实是应该吃这个队位 李静宇有力量 但是脚底嫌慢 这个脚底嫌慢呢 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他在进攻端的摆脱能力 纵使说 可能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完成摆脱防守 但是他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三分投射的效率 这个赛季呢 放走他 山东队啊 也不会觉得遗憾 因为你像张庆鹏啊 进来之后可以投 张春军可以投 王若恒也可以投 贾成 函子现在半斤篮 劳森如果真的能够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助攻者啊 不去想着自己去跟别的小园比得分 山东队这个赛季的球会相当舒服 张庆斯突破 漂亮 个人能力没问题啊 一突三 但是这样打呢 确实有点累 山东队现在确实是在打整体 啊 张庆斯被张庆鹏给过掉了 自己在后面的追防 显然没有突破的时候脚步走得那么快 你看看这个突破的脚步频率 分差一直被保持在两位数左右 通过两个罚球比分缩小到了十分 来看山基队这次呢又换回了二三联防 哎 这个宫联防出了问题啊 甲城站的位置有点高 跟劳森起了误会 看山基斯突破分球 行事强再给 球低了点啊 斯卡拉面对三个人的家防 这个球没拿稳 而且最后还出了底线 从这场比赛我们看看山基队到底会给斯卡拉多大的比赛 呃多少比赛之间多大的这个强度 一 二 三 五 三 五 张春军下 呃 张锦 Vent 下啊 换回了孙冉冉和店玉皇 看看那个最强的攻击阵到底怎么样 店玉皇来了 劈扣啊 固点稍微差了一点 再来 放球 停店玉皇 直接乐了啊 非常享逾越现场的球迷 斯克拉 突破 行事强的顺下呢 是被对手识破了 漂亮的分球啊 真舒服 可惜了 这球准备的时间 假承稍微有点长 再来看斯克拉的被打 假承给盖下来了 第一下再来 这个球是吹了斯克拉的进攻犯规 假承第一下盖下来了 第二下呢 是博取了斯克拉的犯规 我们再看啊 其实斯阮和电视银行的都过来帮忙了 呃 淘寒联回来 这两个人加上三个筛法 在国内球员 分析斯 自己运一下 呃 调整了一下不点啊 面对斯阮干拔三分命中 今天他必须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个人进攻 来带动才可以 因为一上双位啊 三中队总体的这个实力呢 就上来了一大块 电宇航 已经拿了14分了 两分球呢 五中四 没进的呀 就是刚来扣飞的呀 这球虽然犯规了 虽然在上个赛季呢 三分球命中率上啊 依然是没有进步 但是呃 在防守端 以及整体的这个 对于比赛的控制程度上啊 就要之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确实是国内罕见的在一号位的防守汉将 有着极强的身体素质 而且他防守是非常聪明 呃 不是特别的鲁莽 这次今天 啊 这罚没这罚没进啊 在罚球之前是11分 进了两个三分球 好 全队本节犯规呢 就已经到了五次了 有点多啊 还比较快 老森 再掉 斯科拉的上抢 不赖啊 老同志这个 确实阅读能力强 脚底虽然没那么快了啊 但是他阅读好啊 提前动啊 莫泰自己推 淘宛林 分球被拍了一下 影响了电宇航的直接进攻 看看又一个啊 斯科拉抢前连抢两个 你看看这上篮 所以说这个身体保持的是太好了啊 37岁 上个赛季在篮网呢 是逞军12分钟多 我们看看这个赛季 他在山西啊 能给他多少时间 反正从这个一截半来看呢 体能应该是非常好 曼米欧的突破 分一下 想被打 陶汉林 詹宁斯没给 再转 哎漂亮 詹宁斯自己啊 通过运球 压缩改变防守 传给刑士强 刑士强这个赛季 夏天一定是做了非常刻苦的训练 从这个三分球的出手 就看出来 自信叫以往有了极大的提升 可以给大家汇报的是 上个赛季刑士强 场均的三分 命中率是15% 这样一个命中率啊 你刚才敢投那种球吗 肯定不敢 尤其是我们看出来了 杨文海之导 对于他的信任程度 说明他这个夏天 一定是自己练得非常好 再一个 你在球队呢 从集结训练游到 非常抱歉啊 我这个话筒刚才加加掉了啊 继续来说啊 就刑士强的这个夏天啊 一定是做了非常出色的 能够打动教练员的信任 而且这样的训练 而且这样的这个训练呢 也是为自己在场上提升自信 是做了非常好的铺垫 所以他跑半天快攻下来 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额头微微冒汗 说的夸张了点 但确实说明三十七岁的老将 还能够在职业赛场立足 绝对是有着很强的自律才可以 有朋友说这场比赛才是本轮最要看的 哎 反正这个比赛从 这一截半啊 能够看出来 打的确实是相当的精彩 尤其双方啊 这些外援的组合 都是在攻击上很强的 这种组合 双方又是老对手啊 都很了解 尤其这个赛季夏天的这个 球员的交换让 其实大家多很多的看点 尤其是山东球迷啊 现场啊 一下啪一上场 这十个先发里呢 即使不怎么看球 对其他队不了解 你也认识七个 那边李静语呢 刘冠三全认识 这球斯科拉确实抬走了 有一个进攻犯规 唐晓琳啊 唐晓琳就是防守好 防守真的是硬 他呢是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 那个夏天有一个减重 但是他这个减重之后呢 通过我的观察 上个赛季其实 减重啊 对他的比赛有点影响 就是你这个 三次犯规了 斯科拉下来调整啊 你这重量减下来之后呢 你在防守端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这个夏天呢 应该说还是保持的不错啊 漂亮 看刑事墙那种风盖啊 刑事墙从这第一场看 如果真能这个赛季 有这么多的机会的话啊 应该是 能够出来了啊 您确实刚 进入职业联赛的时候呢 外界对他的这个 期待呼声还是挺高的 电影行突破 这球被李静宇拍的行 小哥俩呢 这个李静宇算找回了一城 一对一的时候 两人各赢一次 啊 莫泰 没靠近 双方的这个推进的 哦 这球直接给了电影行的围体犯规 要两罚 然后呢 这个中线发球 我们再看一下啊 就这么一下就给了这个围体 就是我们不去评估这个判法啊 只是说呃 呃 这样的判法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让队员们在场上非常注意自己的动作 呃 呃 这个第一轮联赛 一般都是来定调的啊 啊 裁判员呢 在呃 呃 联赛开始之前会做很多的这种沟通 包括说 对于这个赛季呃 一些重点的问题的 吹法 呃 看来这种转换当中的犯规 呃 无论你是战术犯规也好 还是其他的什么犯规也好 呃 会是裁判员重点 关照的一类犯规啊 这个首轮联赛 或者说前两三轮 队员们也要摸摸裁判员的脉啊 就看看可能 这些球啊 比如说在之前 刚才那拉了一下呢 就会吹普通犯规 这个赛季就得吹尾体 那之后我就不太敢这么做 肯定斯 干拔 控位啊 漂亮 今天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 帮助球队把分数又追到了差一分 呃 这个山东队这些分数是怎么被吃没的呢 劳森啊 对于场上的这种 打联防时候的这种控制啊 开始变弱了 没有那么多优秀的分球 包括说像莫泰这种上篮的机会 自己那种简单的抛头都不进 山西队呢 打出了出色的转换 以及打出了他们想要的三分球 熊翔三分 山西队三分 马上对手 马上先 樱翔 Leg啊 加油 都 ceas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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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加油 加油 先加油 冲晓 加油 挂两个大格的掩护 给到电宇航 这个联防的防守呢 就对于这个电宇航的这种重点人啊 照顾的太松了 只可惜小丁没投进 看刑士强再来吗 哎呦 这绝对苦练了呀 刑士强原来有三分 这是李静宇 对不起 可能我看花眼啊 但是我看着是刑士强 李静宇是左手啊 好球 小丁的强打 55平 战金斯 这比赛在半场前的一分钟啊 进入到了一个双方非常快速的转换阶段 打得都很激动 我们看这个球啊 全是7秒完成进攻 好假动作再来 这球没扣啊 刑士强竟然没扣 他的扣篮是相当有观赏性的啊 力道十足 上不常已经 露了一小手 这边劳森空位再不进 你像电宇航啊 劳森这种空位不进 这其实是他们的 在比分从领先了十多分 十二分吧 十二三分最多 到现在被反超两分的一个原因 好球 莫泰打成两分 还要去罚球 莫泰丢两个机会 小丁呢 丢了中头 然后劳森呢 也没有之前把比分领先那么多时候的那种 灵活的穿针引线了 就是全落阵地 尤其是山西队啊 能够打出成功率 快速的回防 落回阵地 手下联防 这对于劳森的进攻的组织 穿插性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在MBA呢 这个联防是因为有防守三秒的关系啊 所以一般球队不太会采用 或者说采用呢 也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国际来源规则下的这种 在内线扎的很牢很稳的联防 所以像劳森这种啊 一米八的身高 你往里凸呢 其实很难 尤其是就是说在联防这种情况下啊 往里凸很难 所以他这个创造力呢 就是会减少的比较多 劳森抢断 哦呦 这个刀回来了 这个手快啊 来看看陶汉林 这些犯规了啊 打到手臂的行驶场 刚才被劳森断球的呢是王虹 是山西球迷非常喜欢的啊 在上个赛季球队从台队领工选秀选来的球员 这个赛季呢 这个赛季呢 球队又选了班朵 虽然说是出自清华大学 但也是山西人 我们看看这场有没有机会会给到小将班朵啊 王虹其实在上个赛季呢 呃 其实获得了徐哲之导啊 给的一些机会 呃 包括说 呃 后来在选择下课之后呢 刘一祥指导啊 也是给了他一些机会 看陶汉林的罚球啊 二罚不中 山西队落后一分 八秒钟的时间 看战金斯啊 给自己干了 莫泰 换王了 加击 随眼的加击 分球 刑士强 再给斯克拉 呃 刑士强该攻了啊 这个球呢 有一点点的 疑似 呃 其实整体的处理 刑士强 是这个山西队在这个半场给我留下最深印象 或者说让我最惊喜的一个球员吧 呃 58比57只有一分的分差 我们稍试休息 待会儿来看下半场 哈喽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们为您播出的CBA比赛 第一轮山东主场对阵山西的比赛 山本场打成了58比57 山东队以一分领先结束了上半场 呃 曾经一度他们两次领先了十分以上 但是在之后呢 都是被山西队所追上 开局的第一攻啊 双方是跑了三趟都没得分 我们来看看场上的阵容 呃 劳森的防守啊 三区队除了双园之外呢 再加上呃 增定系李静宇和刑士强 好球 莫泰这次右手把球勾中 呃 山东队这边呢 是除了两个外园之外 赛是甲城呃 电宇航和岁冉 再分底角 没给斯格拉左手托 再给刑士强 这个球呢被电宇航给拍走 刑士强成为了上半场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 拿了16分 我在上半场一直表示对于刑士强的 呃 惊喜 这个球员在这场比赛啊 哎呦 这球裁判没有哨啊 啊 詹静思在跟裁判抱怨 劳森不管你啊 直接推荐 嘿呦 啊 看詹静思这运球向前传 忙中出错呀 都犯错误 再给维体 啊 那这两次维体一给 呃 呃 其实我们就能够很明确的看出来 呃 这个赛季在执法当中的变化了 这种战术犯规或者说 呃 我们再延伸一点啊 去揣测一下 有可能是在 防守方前场 也就是对手后场的这种战术犯规 会被给予为体犯规的处罚 那这样今天双方呢 是各吃到一个这样的围体 电宇航一个 詹静思一个 山东球迷呢 在主场 上面场对于那个判罚有意见 下面场一看这个 哦 行了 原来都这么吹 杨东海指导 其实教练员呢 呃 这几个赛季啊 山西哥也是很纠结 呃 逊哲指导呢 在上个赛季的中途下课 啊 假成全球失误了 逊哲指导呢 在上个赛季的中途下课 刘一祥指导来接班 呃 这个接班呢 包括说最后换外员啊 从戴伦伯特呢 调整成为了亨利·希姆斯 呃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山区队在上个赛季可以说是比较动荡 尤其是在赛季之初 哎 看看这次的 发边线球被抢断 这是虽然喜欢干的工作 和电宇航的连线 球队的一号和二号啊 也是本土球员的 一号二号的球星 戴宁斯面对三人的防守 没有能够把球放进去 失误了 莫泰在等队友 没有给空切的 好球 自己这个洋装传球的样子 做的很真 一抹身进去了 行事强再来 这次三分偏了 斯科拉偷了一个前场篮板 漂亮啊 莫泰的护框啊 将是这个赛季山东队 在前进路上 非常重要需要弥补的一点 已经卡住了身位 而且呢 几乎拿稳了皮球 还是被斯科拉把球 从两手之间给点走 山东队速 加油 山东队速 加油 加油 甲成呢 由于刚才的这个失误呢 是被换下了啊 换上了潘宁 潘宁上半场好像没打 看个莫泰的三分 短了 这个篮球的弹跳很诡异啊 多到劳森手里 三分不中 看个山西队推反击的速度 这赛季啊 他们的球员应该是能跑个痛快了 曾林旭 詹金斯 都有速度 杨文海指导呢 也是 因材失教啊 根据自己队员的特点 来制定了这种 拿着球就快速反击 绝不拖泥带水的一个 比赛的策略 电影行的单打 没成 这应该就可以忌妥 曾林旭的一次防守成功了 虽然呢 永远是山东队防小园的那个人 行事强突 分球 诶诶诶 诶诶诶 詹金斯一笑置之 确实虽然这个球呢 被骗起来之后 没有收住 这就是虽然的特点 在防守端 非常的凶悍 虽然是和对方的两个外援 有一点点的稚气 千万不要让情绪影响到自己的比赛 曾明旭突破分 看个刑事强 真厉害啊 刑事强成三分点了 他原来也投 但确实这命中率太惨了 今天已经拿了扫二分了 莫泰 右手够 漂亮 这个球 裁评员是给了失误 两次运球 但是詹精斯的意思就是虽然把球拍掉的 还是打联防 这个联防呢 撒拉站到下线核心的位置 自己扑出来 非常卖命啊 双方这段打的火气有点大 联赛首场 又是老对手 双方非常熟悉 有着太多球员间的交流 第一发没中 这是凯撒的一个习惯啊 下面场必然 西服得闪掉 这在场上执教呢 不少出汗啊 张静思 这传得真好啊 可惜 李静宇没攻 再转底脚 张静思空了 好球 空心入网 山西队这个赛季转移球转移的是真好 斯卡拉是一个非常会分享球 愿意分享球的老将 球伤奇高 所以这个赛季啊 在确定外援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质疑 山西队你找一个37岁的斯卡拉 名气不小 到底能不能在CBA这种强度下 做出自己的表现呢 从这第一场比赛 我们真能看出来啊 攻守两端啊 身先士足 尤其体能不成问题 这就非常令人惊叹 防守端斯卡拉的犯规 他要注意自己的犯规数字 自己也是很生气啊 上半场就因为三次犯规呢 下去做了一会儿 现在四次犯规 到接着打 这就是意外加意外啊 意外的是潘宁在篮下 突然间没人管了 更意外的是 这个球上全是汗水 潘宁完全没抓住 把球又扔还给了 底线外面的裁判 行事强 再进一个 真厉害 直接是把对手给投停了 我们又看到了 那个初入联盟当中 初入联盟之时啊 自信的行事强 来 我们看看这个现场快捡出来的山西队 一组的一组进攻击点 战宁斯的三分 行事强的三分 这个依然是战宁斯的三分啊 后面还有一个行事强的三分 这边还落了一个斯克拉的三分啊 这是行事强的那个 五个三分球 这三季山西队啊 大家一定不要对他们能赢什么样的对手 有更多的意外 从这第一场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这支球队在杨文海之导调教之下 这个夏天一点都没有虚度 和两个外缘的磨合非常的流畅 包括说国内球员的潜力 它也是极大的开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能粉球集团在一三年接手的时候啊 曾经表示要让球队五年挤进CV联盟的前三 之前一直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 而且已经连续两年无缘季后赛了 这个赛季对于他们来说呢 重拾季后赛的名额一定是球队最基础的目标 但是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止于此 再转 电玉航起飞 篮下斯科拉的护框非常好啊 站住了位置 只可惜这个传球失误了 看看劳森 曾明旭犯规 为什么刚才斯科拉四次犯规 可以继续在场上站着呢 因为确实他这个体能呢 两节半 打这两节半的球啊 先发他打的嘛 打两节半没问题 最后一节 可以詹宁斯一个人撑 看看会不会也有两个外员的这种轮转啊 看看杨文海指导 在执教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 或者说针对球员的特点 做出什么样的安排 老孙今天断了三个但是这分啊一直没涨 他的助攻好像也是三次 一个全场的预防 现在在场上的颜鹏飞 邓志强 曾明旭和两个白元 邓志强再来 这个球员 这个球不好 船在线路上有着两个对手的防守人 时间不多了 李静宇漂亮 对不起我刚才看错了是李静宇和邓志强 阵容没变 阵容威没上 张辉在防詹静思 换一个身高更好的球员去限制詹静思 小丁收下篮板 给张辉 张辉的上个赛季啊 还有二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后卫 也很年轻啊 二十一岁 小丁个抛头 这种犯规必要性不大 这个时候阎鹏飞才上 他替行程墙 阎鹏还至少不错啊 是在这个球员状态正不错的时候啊 可以给他换下来做调整 不要等他手感凉了在场上啊 连续投不进之后再换他 这样的吸口气上来之后啊 自信心还是很足的 潘宁 这一行大跨步的突破 没有办法甩开斯科拉 所以被迫做分球 被断走 战庆思变速 这球啊已经塞颜鹏飞手里了 颜鹏飞与斯科拉都插到了篮下 战庆思有两个点可以传 山区队领先五分了 看外线张辉 三分不就 斯科拉拿篮板再推转换 给 投了 有了 斯科拉呢是从这个火箭离开之后啊 从 这个 应该是步行者开始吧 开发出了自己的这个 外线的远投的水平 当然那会儿呢 投的也没这么好 当然这个三分线的这个长短也不一样啊 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联赛整个这个体系也不太一样 但是打这个飞把的三分线啊 飞把的规则 那斯科拉 厉害啊 熟悉 漂亮 战庆思一个人运 可惜了 最后挑篮这下呢 没劲了 变异航 甩开詹宁斯 全场欢呼 看看劳森三分 掌士气的球没进啊 斯科拉一个人的护框 老将很能跳 而且我们看这个转换 很勤劳 漂亮 斯科拉说这你不给围帖 老同志啊太妖了啊 换上张庆鹏 张庆鹏在对就是在场上的那段时间呢 是山东队状况最好拉开分叉的那段时间 他在场上啊 比张辉要更能突 而且他跟张春军搭啊 就是有攻有手 张春军对于封线的这个防守的能力啊 实际上是更强的 因为电影行的更多的注意力啊 还是在进攻上 尤其是从这个身体的硬度上 张春军是相当的不错 这么多年在CBA立足 就是靠着他这样的强硬的身体 和对手的这个外援来角力 尤其是在风险啊 那年其实是他一个人改变了整个 这个辽宁和四川总决赛的节奏啊 除了场外的事件我们不说 比赛场上 他是那个X因素 看张继鹏三分 还是短 也许两次 三分队不能太依靠外线 凯撒呢 炮弹传球 没找到队友 凯撒呢 已经在场边插着腰了 自己的球队制造出了远投的机会 但是没有投中 该往里走走往里走走啊 莫泰 这种球就别玩了 上半场那个被传助攻劳森的三分很漂亮 但是这次呢传的有点离谱 都能说是一个书 这个八分啊很敏感 如果说让山西队在第三节节目呢 保持住着这样一个十分上下的分叉 进入第四节单位元节 其实山东队呢 会比较的不舒服啊 主场作战 哎呦 这三分头一过桥 好在是曾经去被吹了犯规 张继鹏这个传球呢 也没有被记作失误 山东队现在其实需要及时的调整 我们看到他们的暂停啊 在下面场已经用了一个了 所以凯撒呢可能在犹豫这个暂停要不要继续保留 留到第四节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要不掉暂停的话呢 场上刚才调了两个人 这两个回合看效果呢 倒是能导出机会来 但是却没有办法投动这些远头 还是要改变策略啊 因为在 还是上面说那个话 面对联防防守的时候呢 劳森啊 这个突破的威胁很小 所以说他这个传球和侧应呢 就会变得威力比较弱了 不像是在转换当中 或者人丁人防守当中 他的这种在侧应上面的能力 能够体现得很足 连锋飞在这个犯规之后 我们看到斯科拉在队中 那叫场上真正的大辣教练啊 开始交 怎么来做这样的防守 手怎么交代啊 躯干怎么交代 山西队这边呢 是调人了啊 我们我刚才看到了刘贯岑 看到了袁帅 上投手 袁帅上个赛季 球队最好的三分投手 43%以上的三分球命中率 这在CB相当惊人 也是辽宁出产的优秀的后场 自己啊 进攻当中先往底脚一趴 那是他的位置 调人 杨竞斯强攻 太重了 你面对山西队这一场三分投都这么准的情况之下 千万不要和山西队来标三分了 扎扎实实 打好每一次阵地进攻 做好破联防的工作 莫泰呢 破联防啊 这发球线要的不狠 十分的落后 看不投三分了啊 这是个改变 好球 不能太笃信自己的外线手感了 因为确实 从下半场开始 山东队的这个三分投的很烂 必须有更多的两分 才能够帮助球队 把这个比分 追进缩小 第三阵最后一分钟 杨竞斯拔了 这球偏了啊 篮板球 向前甩 看劳森 好球 劳森连打两个半截玩 聪明啊 知道阴势地倒 看个元帅 他的点 绝对不白给啊 在辽宁队呢 都没什么登场机会 一到山西队之后 成为一个 大家都不太重视的核武器 一下子就爆发了 这节的三分球 数据给出来了 山西队竟然进了九个 而山东队石头凌重 最后一攻 劳森后撤一步 大两分还进 要没劳森最后这六分啊 这个比赛呢 就会被拉开到大概十五分 还好 现在是一个七分的分差 将进入到末节的单元节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接着看 五分钟 五分钟 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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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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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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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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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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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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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